大家好,我是橘子 这时不是到饭点了吗 我妈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 她说有事跟我商量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现在先回去 你干啥了? 看电视吗? 看电视,你还在那看电视 电视 电视要不看? 电视要不看 什么事 我都喊我回来吃饭 别吃,你咬嘛 别吃,别咬 你做这个,你吃吗 我做这个 快吃吧,爸爸 吃 今天有点事,你商量一下 我们家要下点 找脚步到这上完 今天下点,小哥终于二年 没有,你终于一年 我的家还是把我的家照顾上 我之前都说了,你等下 酒带都无聊 我们家都花得无聊 花得无聊 可以做马铁子的钱吗 然后挂他 周围都行吗 如果是你手,一时手感 还没有恢复好 你过来,找那个多么照 起来要解 我一天是电电头 有时候他放学了 我有时候忙 有时候又没空气接他 还有龙娘他们现在太阳 刚刚住起来 你看嘛 前段时间好忙嘛 有时候会要下去帮忙 你过来的高头 真是 哎 他是刚刚之前把娃娃带好比啥的 好,我们稍微多辛苦一点点 你像妈一过来,我有时候也不放心 乘客车子又多 人也多 他骑车他不能 这个手都是十字枪办的 慢慢说嘛,慢慢来 这下你还说是你三个吗 不是 那你就说嘛 不是走走走走走 晕亮吗 看他说太阳了 嗯 他们这里打电话 再看啊 要喊一下 嗯 我感觉那个衣服老婆的 感觉还可以 他在室内嘴不乐 哈哈哈 很远 嗯 像我的人 像妈一过来宰娃娃 他骑车上 接他上学 上学 上学的时候 都不干 我自己上班 我都不放心 主要是 想到就是 你们负担也重 现在 你看 老小 这都是你们 公文嘛 就是说现在人家挣亮过来 哪儿出去挣亮嘛 给你们 中了 我晓得你们那个 担心的那个 事情 最主要是 就觉得两个人耍到一天 开销的程度有那么大 哎呀 这个都不是你们现在 担心的问题 你看你们打了几十年 你够了 现在 就是回来把娃娃带好 我觉得比啥都好 知道吗 你把娃娃带好了 我们做啥事 我们有干净 我们也不用担心 你不用考虑那些 就是你 弄亮回来 你跟她说 她也不能同一个出去 而且又那么远 毕竟现在娃娃一天 譬如小月她上月儿圆 一天上 上课下课 她时间也不一样 她姐姐下班了 都一年知道 找人家 还说 也不一样 那些东西 不是 上月儿圆 下课 对 像她一个人 有时候还在煮饭 弄那样弄那样的 是不是嘛 我们有时候就看得起 一切都是几天不上来 哪能弄 妈有天 我妈她又要拿电电筒来写 你们的生命 你们都去逛公园嘛 在我妈电电筒去嘛 跟我妈出去 去一个商量去卖的时候 你们跟她一起出去耍嘛 找事 你们要出去交朋友了 行吗 你妈也没做事 你跟她一路 帮她守着嘛 你打花点时间嘛 这边要好一点嘛 我感觉 妈妈她们 最主要的目的啊 还是觉得我们 就是现在两个小孩 在县城里面 上学 负担重 压力大 想帮我们分担一些嘛 但是两个小孩 上学的时间 还有地方 她又不一样 妈妈一个人 她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而且她那个手 又没有完全恢复 骑车都特别让人担心 这些事情 就先不要说了 好好跟娃娃带好比身体好 人家说千万万有不 自己有好身体 还有娃娃那些带好了 比你整在落的钱都得不 你骑个车子 万一不注意 鸡上车的那些娃娃也得到了 去啥子 吃饭吃饭 先吃饭 先吃饭 这些娃娃再说 咋子不要讲了 你我娘肥子 肯定还是不得 要得要得 咋子先给你整点吧 好了今天视频呢 就简单的到这里了 拜拜朋友们 我们要吃饭了 为人父母啊 都是替自己的孩子着想 这就是我们能理解的